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一个说爱你的人,他会爱你多久 对于现在很多不婚族来说 可能面临的已经不是晚婚这个话题 而是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曾经最喜欢过年 意味着不用学习,不用工作 可以和家人在一起 但是前几天在朋友圈看到一位朋友发的 不想过年,不想回家 问及原因,他说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件事 就是被催婚 单身到底有什么错 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不想结婚和恋爱 形成了一种单身潮的现象 前段时间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一个节目中 分析了单身潮的原因 一 我们期待爱能永恒 但爱总是流动 以前的婚姻 大多数是父母之命 美妇之业 可能两个人觉得彼此的各个方面条件合适 或者是父母觉得你们合适 就可以陷入一段婚姻了 但是现在 感情在婚姻因素的占比中越来越重 就是我如果要结婚 一定需要爱情 如果没有爱情 那么宁愿不结婚 这样的想法 开始让很多人 抵婚姻中爱情的要求越来越高 并且不仅仅是追求意识的爱情 还会享有绝对的忠诚和永恒的爱情 李银河说 感情这个东西是流动的 人的感情流动和婚姻的绝对忠诚 两者本身就产生矛盾 我们看过身边的很多真实的故事 两个一开始特别相爱的人 互相吸引走到一起 开始经历爱情的酸甜苦辣 相爱的时候 恨不得给对方自己的全世界 但是有一天 其中一个人突然发现自己没有那么爱了 或者是有了更让他心动的人 他就会开始想要抽离这段感情 另一个人不能接受这样的转变 开始歇斯底里质问 曾经口口声声说 要一辈子的人去了哪里 这个问题真的不会有答案 因为当初他爱你是真的 只是没有长久属性而已 谁也不能保证 一个说爱你的人会爱你多久 所以为了避免好不容易逃出的真心错福 宁愿一个人好好爱自己 二 一个家庭的负担未免太过沉重 林英和表示 人均寿命现在比过去高得多了 在古代的传统社会 人均寿命只有三四十岁 可能孩子没有长大 父母就泄逝了 所以跟婚姻制度就不容易矛盾 我们去问哪些刚结婚不久的人感觉如何 他们的回答好像都出奇的一致 结婚后感觉压力更大了 因为结婚之前 你可能只需要让自己过得快乐 然后孝顺父母一些 可是结婚之后 你要承担的不仅仅是你们两个人的生活 还有双方的父母 还有未来的孩子 前几天有一位表弟结婚了 但是他的老婆一直不太被家人所接受 他们两个人都是独生子女 表弟的家庭条件虽然说不上太好 但至少也算是买了房和车 需要每个月按期还款 所以表弟的父母一直希望他找到另一半 不就条件多好 但至少能够双方平衡 只是那个女孩的父母很晚结婚 所以年龄相对来说比同龄的父母偏大一些 而且他的父母没有工作和退休金 意味着在往后的日子里 压力会全部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因为这些种种理由 表弟的父母其实一直不怎么赞同这段婚姻 但是为了他们的爱情 即便心里有着不情愿 还是接受了 只是往后日子是他们过的 结婚可能不仅仅是两个人组成一个家庭 也意味着两个人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对于年轻人来说 比起承担那些重担和处理繁琐的关系 单身或许是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三 女人独立之后 没有绝对的理由结婚了 其实男女平等的发展 对于单身潮有着很大的影响 林一和表示 在古代 男人会给一个家庭提供所有的生活来源 女人却在家相夫叫子 所以女人的唯一生存来源在于结婚 但是随着男女平等的发展 女人有了自己独立挣钱的能力 她就多了一个选择 她没有绝对的理由要结婚了 这就是我们一直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独立 当你不用依赖于任何人而存在时 你就有了选择的余地 我认识很多现在三十多岁 但还是单身的朋友 他们大多数都有着稳定并且不错的事业 除了工作的时间 他们的巡活也安排得挺丰富的 健身 瑜伽 旅游 养猫 好像总有做不完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去恋爱结婚 也可以把自己的生活扩成理想中的样子 我也曾问过他们会不会向往婚姻 他们会告诉我 不能说完全不向往 毕竟有一个相爱的人陪伴也挺好 只是婚姻不是我的必需品 如果那个人还没有出现 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 对于独立的女孩来说 爱情只会是锦上添花 千万不要让婚姻成为你的血中送炭 当你需要依赖于婚姻带给你的生活时 你就失去了自己独立的资本 四 离婚的成本太高了 看到一位网友在微博的评论 离婚的成本太高了 婚后我才知道 当初的彩礼钱都是他在借的 后来要我们共同还账 婚前买的房子 因为是我们的婚房 可是婚后长辈都要住在一起 首付也是借的 贷款让我们还 结婚四年 一分钱都没有攒下 还有一大笔债要还 而这一切 也是在我们还没有孩子的前提下 我喊了狠心离了婚 离婚后 我们还是因为各种环节的事闹了很久 离婚真的成本太高 这就是李银河所说的 离婚的成本太高 好多人从经济上接受不了 损失太大 既然如此 何必当初 有数据统计 2019年 全国婚姻登记机关 一共办理了结婚登记947.1万对 离婚登记415.4万对 选择离婚的夫妻将近半数 这个数据不免让人惊讶 每天都有多少对 曾经说好一辈子的人分刀扬镳 离婚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 还有情感上的折磨 开始一段感情很不容易 可是各社都要一段亲密关系却很难 就算是两个相识已久的朋友要分开 都不免会觉得惋惜和难过 更何况是和你最亲密的那个人 你用了多久的时间爱上一个人 并且和对方组成一个家庭 又该用多少时间组织这段关系 即使最后没有了爱 却也还会剩下习惯 有人说 一个人这一生一定要去经历一次爱情 无论好坏 如果你能够去爱上一个人 或者能被人爱一次 这是你特别值得的一次人生体验 对于爱情是如此 但是对于婚姻 你有你自己选择的权利 就好像李银河所说 现在已经没有绝对的理由 让你非得进入某一段形式 你喜欢什么样的方式 你就去选择它 生活是你自己的 按照你自己最舒服的方式来 就是对自己最好的安排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 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尽情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